盘点十位腿弓超强女大星 胡慧中名次垫底 杨子琼五元前三 第十位胡慧中 他被观众评价为武打电影中的霸王花 不仅动作潇洒而且长相英气精致 让他瞬间在众多女星中走红 刚一出道就与林青霞等人齐名 原本走文艺路线的他突然发现 在当时武打片收视率极高 在美女如云的影坛中 如果不是极具特色 很难能够脱颖而出有好的发展趋势 1985年胡慧中得到了红金宝的青睐 红金宝便用心将他打到场武打女星 他在复兴高照中首次出演霸王花 就得到了不错的反响 挤身进入动作女星行列 一头短发动作干脸 眼神矗立又十分到位 由此之后他趁热打铁 继续在夏日复兴中扮演霸王花 成龙共事趁热打铁为他推出这一系列影片 成功让他迎来事业第二春 可惜事业巅峰迟期意外发生了 胡慧中在与李赛凤搭档拍摄 猎魔群鹰时 一场爆破场景 由于火势过猛 不幸被烧伤 好在因祸得福之后 并未毁容的他 相比之前发展更加顺利 虽然伤势不重 但是也让他心有余悸 所以之后 只要碰到一些危险的戏份 他都选择用替身来完成 胡慧中在武打女星中的地位 算得上是极高的 不过由于半路出家 有些人认为 他的动作功夫来讲 相对来说不够专业 而且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戏份 并非是任何动作场面 却是一些类似福星高照中 嫌猪手的戏码 所以他的排名相对靠后 第九位 夏光丽 一提到这个名字 可能大家都相对陌生 但是一说到他的代表作 新白娘子传奇 是不是无数人的童年回忆 没错 他就是新白娘子传奇中的 碧莲 相比较胡慧中的半路出家 夏光丽则是从小 基本功就没落下 由于父母都是军官 九岁的他就被送到 军事化管理的聚校中学习 翻跟头倒立 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 无休止的练习 让他拥有了扎实的武功打底 而夏光丽也乐在其中 十分热爱武术 还成为了武蛋 后来他遇到了武侠小作家沃龙生 此人专门为夏光丽 打造了一部剧叫《无名花》 后来为了力捧他 又创作了一部电影 《侠士标客杀手》 甚至还请了四大天王为他助阵 由此夏光丽走上了演艺视野 在此过程中 他得到了老功夫片大师级导演 李作男的青睐 夏光丽出演他的作品更忙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每次出场伸手脚法快到模糊 长相美艳又武艺高超的他 很快在台湾站稳脚跟 随后又出演《师妹出马》 《南北腿王》等热门电影 为大家呈现出色的拳脚功夫 夏光丽能文能武 被媒体评为台湾第一刀马蛋 第八位杨丽精 他是大家眼中杨子琼的接班人 为了对得起大众对他的期望 杨丽精苦练肌肉 让自己变得更加扛打耐造 舞蹈出身的他 想要迅速转型成为武打演员 付出更多的努力 后来因为拍戏太过拼命 导致夏神险些瘫痪 受伤成为家常变范的他 不得不选择退出演艺圈 也许在观众脑海里 印象最深的就是 铁齿铜牙继小兰里 典雅大风的《莫头师姐》 殊不知他还有许多 快职人口的经典作品 他的敬业精神 更是令许多同行钦佩 在八十年代末期 他由于较好的舞蹈基础 被导演选中 接替杨子琼 拍摄《皇家世界3》 正是开启自己的演艺视野 后来我们经常可以在大荧幕中看到 杨丽精看起来大方温婉 拍戏打戏丝毫不含糊 每个动作几乎全权倒肉 和歹徒在车艇打斗的戏份中 一朝一世尽显殷之撒闯 在当时那个年代 并没有辣眼睛的五毛特效 有的只是真枪实干的敬业影星 所以杨丽精身体悬于车外 翻滚到车道上的场景 都是杨丽精自己独立完成 连替身都不能用到 凭借如此敬业出彩的表现 她成为了当哄女打星 接连拍了霸王花 超级女警等许多影片 除了杨丽精的身手敏捷之外 她的古装扮相也深得观众的喜爱 1995年出演《香帅传奇》 古装武侠剧让她一炮而红 不仅肤白貌美 而且武功了得 让杨丽精成为无数80后心中的武侠女神 可是拍武打戏意外受伤就难以避免 虽然她从来不含苦不含泪 但是受伤对于身体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逐渐累积 就在之后的某一天 她起床突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 被送往医院才知道 自己脊椎受损导致下半身瘫痪 就连平时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他人照看 杨丽精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身心俱疲的她选择暂告演艺圈 以免病情恶化 第七名 杨盼盼 她凭借《八三版射雕英雄传》被众人熟知 剧中的慕念词不仅温婉柔情 而且打戏动作也利落干净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她从十岁就开始接触电影 在演艺圈摸爬滚打近十四年 才因这部剧以炮而红 她经常塑造一些女侠角色 比如在《天龙八部》中的慕婉卿 冷傲又不是柔情 杨盼盼虽出生在书香世家 但从小就不爱读书 偏偏她对武术的招式动作十分感兴趣 还不怕吃苦 进入演艺圈 主供武打戏份的她学习了洪家拳 以及蔡理佛拳等许多功夫 杨盼盼在拍摄武打片的时候 从不用替身 在她当时虽然也有武打女性的存在 但是有许多惊险动作 普通演员根本无法完成 所以每年电视台庆典 都请杨盼盼来压轴演出 她所演出的节目 有《空中飞人》《壁虎宫》等 一次在二十多尺的高空 她需要做360度旋转 纵使她害怕地哭了出来 也依旧坚持呈现完美表演 2020年 香港动作特技演工会 颁发年度杰出贡献大奖 出席提名的有成龙 曾志伟等一众大咖 最后这个奖项颁给了杨盼盼 就足以证明她在武打功夫上 有多么高的成就 第六位 大岛尤加利 有人说她是日本版的花木兰 她虽然来自日本 但在港与打星遍地走的八九十年代 有着一席之地 而且女生男相的她 在演艺圈中并没有先天优势 也足以证明她的实力不容小觑 那么她为什么选择离开日本 独自在一国他乡闯荡呢 在她出生的那个年代 李小龙等很多武打明星 已经将中国功夫传遍世界 在国际影坛中都享有盛名 所以童年时期的大岛尤加利 可能一打开电视就是武打片 偏偏调皮爱动的大岛尤加利 不爱红装爱武装 所以那些武打明星的出现 也坚定了她学习武术的决心 她想要来到中国 亲自感受东方武术的魅力 13岁的时候 她就拜师学习空手道 年龄虽小 但拳脚功夫 根本不比成年人差 甚至略胜一筹 她的腿扩展范围 甚至可以达到大于180度 腿旋踢更是轻而易举 就能达到头部位置 年仅16岁 就获得日本空手道的冠军 后来实力超群的她 就来到香港发展 红金宝对大岛尤加利也十分器重 立即就让她在富贵列车中 扮演重要角色 此影片堪称大咖云集的大制作 有曾志伟 罗夫洛 钟镇涛等爸爸明星 收视率又怎能不好 大岛尤加利也凭借这个影片 在演艺圈站稳脚跟 后来与李赛凤搭档天使行动 当时正出转型期的李赛凤 经常向她请教功夫 两人成为好友后 李赛凤经常向各个导演推荐她 大岛尤加利凭借着 矫健的身手以及俊俏的容貌 在90年代参演了几十部电影 虽然以负面人物形象出现 但拳脚功夫张弛有度的她 在当时影响力相当之大 第五位 李赛凤 她是最美景华 因为清纯可人的长相 被大众评价为 动作片中的天使 大家都被她在影片中流畅的 武打动作所经验 俗话说的好 比她能打的没她漂亮 比她漂亮的又没她能打 可是李赛凤在采访中却直言 观众都被她骗到了 以为自己很能打功夫了得 实际上只是舞蹈练的 基本功比较好 自己以前也没有武术功底 都是在进入演艺圈后 一边学习功夫一边拍戏 李赛凤之所以能够成为 那时香港影坛炙手可热的打星 其实小时候的舞蹈功底 帮了她很大的忙 李赛凤从小开始学习舞蹈 可后来由于父母离异 家庭出现变故 就暂停了她的舞蹈课 但是李赛凤万万没想到 就因为这短短的三个月舞蹈学习 却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一次偶然在学校舞台上表演舞蹈 却被一位香港导演看中 从此便开启了她的演艺道路 明明可以靠甜美颜值吃饭 却非要选择舞打 这是刚开始观众对她的评价 形象清秀 拍起舞打戏份却没有丝毫违和感 后来在拍戏途中认识了一位恩师 这个人就是徐晓明 他一见到李赛凤就决定力捧她 让她担任动作片《罪权王无忌》的主演 没有动作经验的她 每日勤加苦练 徐晓明也经常为她指导一二 该剧播出后奠定了她当家花旦的地位 在此之后 她继续坚持舞打女性的路线 李赛凤与成龙搭档 威龙猛叹 由于动作干净利落和长相亮丽 得到大众关注 随后独挑大梁 开始拍摄金庸武侠片《月女剑》 在事业正处巅峰时期 她得到徐晓明的指导 毅然决然与严先电视台解约 跳槽到家贺公司 显然她的选择是对的 本身有舞蹈功底的她 舞蹈动作学起来也丝毫不费力 再加上徐晓明的亲自教学 舞打事业发展的相当顺利 李赛凤参演为她量身打造的金牌师姐 在电影中展现了火辣的身材 再配上敏捷的身手 也正是由此获得了最美景花的头衔 可惜后来意外发生 在与李良伟等人拍摄《猎魔群鹰》时 一场爆破的戏份 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提前引爆 最后跳下的李赛凤 几乎被烟火全部包裹 伤势击重 好在当时年轻 恢复较快并没有落下明显的伤疤 但是在那之后 李赛凤开始畏惧危险戏份 久而久之也产生隐退的想法 开启舞蹈事业 第四名 杨子琼 她被誉为公护女皇 也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版成龙 作为比较资深的舞打女星 她的敬业是出了名的 据说 因为她拍戏不要命 甚至保险公司都把她列入黑名单 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 但是想想也知道 谁都不愿做这种肯定赔本的买卖 她出生在马来西亚 一个极致富有的华人家庭 原本她也像其他富家公主那般 喜爱芭蕾等艺术爱好 后来由于在选美大赛中 一举夺冠进入娱乐圈 虽是华裔 但国语说的并不流利 她便选择了台词少 动作多的舞打路线 别人认为她是娇滴滴的小公主 不会坚持几天 可没想到 她为了练好功夫 每日勤加练习 杨子琼拜红金宝为师 经常踢腿练拳 她的努力也并没白费 在拍摄过程中游刃有余 拳脚筋道适中 而且还坚决不用替身 她是当时港于现象级的存在 让大家明白 原来还有女性 可以像男生那样 完成危险动作 用头击破玻璃 从高处一跃而下 这些对于她来讲 没有丝毫难度 每场戏亲力亲为的她 受伤也是常有的事 每次看到那些受伤画面 台下观众都为之动容 后来她走向国际 参演007系列影片 明日帝国 打破以往只会衬托 男主的邦女郎形象 而是能够真正与邦德并肩作战 由此也再一次向世界 展示我们的中国功夫 无论是叶问 还是卧虎藏龙 表现都相当出色 后来她宣布退圈 与富豪结婚 让粉丝可惜至极 认为此世间多了一个阔态 却少了一个武打明星 没想到后来 她与丈夫离婚后 她又重回影坛 再次回归的她 变得更加酷萨勇敢 是业界当之无愧的 拼命三娘 第三名 惠英红 她是娱乐圈为数不多 获得影视大满贯的女星 即影后于事后于一身 她的萨爽英姿 在影片中 塑造无数个经典女侠形象 惠英红是满洲正皇旗后裔 如此尊贵的身份 本该享有无限荣耀 可是在她三岁的时候 家中钱财遭人骗取 一下子家道中落的她 只能靠武艺谋生 由于长相漂亮 被导演看中 带入娱乐圈拍戏 刚一进圈 她走的就是武打路线 虽然不是专业出身 但是从小就能吃苦的她 与任何人都想赚钱 于是拼命练习 惠英红经常受伤 身上随处都是亲子 她在21岁的时候 参演电影长辈 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武打电影 奠定了她首席打女的地位 在影片中 一朝一世都尽显萨气靓丽 刘家良的赏识 参演了许多武打作品 是当之无愧的女中豪杰 但惠英红区别于其他 只知道拳脚相加的打星来讲 她的神情总是有些忧怨落寞 显得楚楚可怜 也正是因为这样特别的神韵 让观众回味无穷 惠英红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位以打星身份 获得影后的女演员 第二位罗夫洛 她与杨子琼被共称为功夫女皇 罗夫洛的拳脚动作快速尽到 而且弹跳起家 虽然腿弓快到模糊 但是丝毫不会给人花哨之感 从小学习空手道 自由搏击的她 一朝一世都是真功夫 不仅摘下国际空手道的桂冠 为了更加精炼自己的武术 专门来到中国发展 罗夫洛向东方武师讨教功夫动作 虽然是外籍人士 但是由于她那卓越的腿弓拳术 几乎出现在每部武打电影中 她那精彩的武打戏份 往往让大家忽略了 罗夫洛有着区别常人的特色 就是抑郁风情的长相 以及火辣的身材 凭借着这样的身份特点 在欧美掀起了无数热潮 罗夫洛也因此成为了 好莱坞的头号打女 可以说罗夫洛是凭借皇家师姐 与杨子琼同时成名 但是与去好莱坞谋生路的杨子琼不同的是 罗夫洛选择在海外开设伯击道馆 继续弘扬功夫文化 在当时的女性中 罗夫洛的武打形象最具知名度 第一名毛英 她是佳和公司的第一打女 在当时那个年代 大家都称她为女版李小龙 政府享誉世界 国内就想要培养出一个最强女打星 这个人就落到了毛英身上 她与李小龙一起合作过龙争虎斗 毛英在影片中 飞演李小龙的姐姐 虽然她的影视生涯 只停留在七八十年代间 但是她出演的数十部经典作品 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1972年 毛英参演和气道中的女主玉英 影片中 她的连环踢动作成为一代经典 该影片进入西方院线 同样备受好评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对她十分陌生 但是一说到日本游戏 街头霸王中的春丽 绝对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而春丽的原型 就是以毛英在破界中的角色 由于她是最早的一代女打星 动作招式过于单一 后来杨子琼等新兴女打星的出现 获得更多大众的喜欢 毛英也就慢慢淡出大众视野 但是她在影坛 依旧有着剧足轻重的地位 在大家心中 哪位女星的腿弓伸手最厉害呢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留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